Rio聊四季 天氣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來看一場頂尖的天梯團戰 這場比賽是由Viper 跟他的愉快好夥伴一起打的 那我這邊先跟各位慶祝一下 目前已經進入了2023年 祝大家新年快樂 雖然台灣的新年還沒有到 但是我身邊的日本朋友已經在慶祝了 這邊還是跟大家慶祝一下 2023年已經到來了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Viper這邊 這邊已經拉了一隻豬 昨天喔 我們的新跨年內部影片 有觀眾在下面留言 拉死蜘蛛之的技巧 那這個技巧 我以前也有在Twitch上示範過 那我覺得好像自己也可以拍個影片 之後有機會 再拍這種教學影片 一次拉死蜘蛛的畫面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技巧其實不是很難 你就只要射一下射一下 然後石頭卡一下卡一下 你就只要跟第一隻豬 保持距離走斜的 不要走太快 然後村民往回走 就可以了 基本上你只要空著東西 就只有刺口 然後一開始 拉住的時候 要小心不要被蛀撞到而已 那個拉的順序喔 是這樣子喔 先拉最遠的 然後再這樣子 然後再走到這裡 拉這隻 然後再用石頭卡一下 村民可能會被頂到一兩下 但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這邊 但是重點是要找這種 豬群很多的 這種才有 充滿十隻豬的數量 這裡 這裡三隻 所以如果要示範的話 我就是要找這種 豬群很多的地方 然後在旁邊喔 再拉幾隻野豬回家 這樣子 好 直接拉十隻 那這一招 我覺得有點 有點算老梗了嘛 所以我就沒有覺得特別 比較特別的喔 但是我發現好像很多人沒有看過 所以我覺得 可以來稍微講一下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也只是 比較娛樂性質的東西喔 你在實戰中這樣做 欸我不太確定是好不好啦 當然經濟上來說是一定好的 但有可能好像被對方抓爆 直接減一存有可能 因為這一招其實 在打完架的時候 風險性蠻大的 通常只有內角 才可以這樣子玩 好 BIP這邊已經在搞事了 直接進去裡面 把我圍一起來 那拉十隻豬的時候也是這樣子喔 要先把一隻村民圍在中間 然後先把大部分的豬 先引誘過來 然後等到 時機安全了 再用石頭鶴來卡 也有這種卡法 這邊有來搞事 但是BIP這邊有一點織布了 所以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個織布有點 就不太會被抓掉了 欸為什麼這隻刺頭已經殘血了 上面是不是跟藍色打一波啊 真的欸 兩邊的刺頭血量只剩一點點 OK 兩隻刺頭過來想要圍草WIPER WIPER這邊能全身而退嗎 好 想有點困難 好 這邊趕快把豬拉回去 這隻剩一滴血 不能射他 先把他圍起來 欸不是啊 你拿全套餅他幹嘛 欸不對 他這隻 這隻刺頭被圍起來了 欸欸欸欸欸 欸怎麼會滴掉了 等一下 WIPER搞錯了 哎呀 WIPER這邊一個失誤啊 他怎麼把這個木牆給滴啦 哎呀這樣子 木門應該會爆開啊 這隻村民應該也是沒救了 但是應該可以打死一隻刺頭 這隻刺頭應該是沒問題 OK 扁死一隻 然後再把自己關起來 好 關得很徹底 哎唷 紅方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哇 總共有六隻 好 這邊想要把豬拉回去 但是要原地死亡了 好 那這邊紅色 選擇要 要拉多點村民喔 這邊蓋個模仿 直接開吃 好 那這隻村民可能沒救了 欸 欸 這裡還有一個空氣 哈哈 哈哈 要把自己再圍起來一次 好 非常誇張 好 下魔方 開吃豬肉 那這樣子其實紅方的經濟就不會傷到太多了 欸 他自己敵掉了 哈哈哈哈 突然死了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是被砍死了 OK 好 那紅色在前面喔 也蓋一下這個市集喔 那待會也是要下冰封場 先把這個路口給堵住 那這一場看起來 紅方喔 會比較難受一點 要要守兩個地方 因為那一家喔 就是 Viper這裡了 那藍方呢 藍方這邊也是喔 上面就是離對手很近 通常都會直接上大石牆 因為他很難直接 扛住兩步的進攻 如果兩邊 在這種黑森林地圖的時候 兩邊用打成粗暴的話 很容易是打死兩家 那這邊的話 身為紅色的外甲 就要第一時間去喔 先去把這個圍牆給圍起來 該圍得要圍圍 那有人會說 通常黑森林這張地圖 要多少人去圍外面 我會建議一次拉兩個人以上 開局直接拉兩村去 比較不容易會圍輸或打輸的狀況 還要搭配你的刺猴過去 那如果你是拉兩村的情況下 還有可能用這個刺猴抓到一村 那記得出門的時候記得點織布技術 避免直接被人家打輸 那如果你在前期就拉兩村去圍牆 就可以圍到一個不錯的一個據點 那如果大家圍的地方圍得很好的話 你前期就可以拿到一些優勢 像Mipe這邊很早就出門了 所以這邊已經圍好了 三隻豬也可以保留下來 然後這個 藍色也是蠻扯的 那居然這邊隔一隔 直接打到對方的房子 讓對方有需要偶爾來修理一下 好那藍芳這邊 馬尚也是選擇圍大師牆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也是 大家也是 把自己的外圍圍得很死 這跟我之前上個禮拜 跟那個天空熊 還有熊恐龍 還有兔儀 他們一起打團戰的時候也是 我們那時候每一場都外加 每一場都在圍爆 但是一直被他們 直接一個城書 大爆開農 然後直接城堡一波 自爆兵衝車 直接撞了一波 就直接被撞進來了 雖然我也是像他們這樣子 我還圍了兩層 但是他們的衝車實在太多了 衝車還是擋不住 好那這邊 豬也吃得差不多 那這邊有稍微拉豬一下 那這邊豬可能不要射食會比較好 因為這邊射食的話離的有點遠 先把兩隻燒殘血 欸這個怎麼自己卡自己村民 危險危險可能要原地吃掉了 OK他要原地吃 這裡有隻村民 再卡一下 再卡一下 對對對 好那這邊 青色 青色也是3TC開 內加通常都是3TC開 因為不濃的話很容易輸 但是濃的時候也要注意一下 對方的內加是不是也在濃 像Miper這邊 有去圍架的關係 所以稍微晚了一點 上這個城堡時代 3TC開的比較晚 這邊也是 灰色這邊3TC開的比較慢 原因都是因為這個 這個地方 剛好都是通到 內加的關係 所以內加需要花幾隻村民 去來防守這個位置 但是橘色 橘色這裡完全不用 完全不用去圍 這個地方都是靠外加去圍就好了 紅色也是 那黑森林還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這個漁船 需要去蓋一下漁港 這個碼頭 那碼頭呢 還可以讓這個漁船去捕魚 沒有魚的時候 就直接下漁網 當田再灑就可以了 那要值得注意的事情 這個漁船 每出一艘漁船 就要灑一個漁網 沒辦法 一大堆漁船 共用一個漁網 這個是捕魚需要 特別注意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拉很多漁船 去點一個漁網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全部都圍在那邊 然後其實有在捕魚的 只有一艘漁船而已 Miper這時候才點下城堡時代 有點晚了 他這邊打法 我看一下他支援 Miper的支援 那個戰術是什麼 木頭 食物 他只是單純上不去而已 他路沒有吃喔 Miper這邊 好像有點爆炸 Miper是最後一個上城堡時代的 好 這邊魚 哇 越捕越多 直接下了四碼頭 他什麼文明 看一下橘色 橘色是韓國 就算不是對捕海 捕這個漁船有優勢的文明 在黑森林有這個漁場 漁 算漁堂 算漁堂 像這個有漁堂的地方 就一定要下非常大量的漁船 通常這個放的漁網方式 是要放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漁船在靠近碼頭位置 他這樣就可以馬上 吃完之後馬上放回去碼頭裡面 大幅減少這個漁船 來回的時間 所以待會這邊粉紅色 肉量應該是最划算 果然分數也是很高 欸 Miper居然到這邊吃魚 因為他是日本 哈哈哈哈 難怪Miper這邊的 時間上得很晚 那這邊Miper可以很高速 上到一個樹地 好 兩邊都點下了一次王技術 我想說奇怪 這邊怎麼會有Miper的顏色 Miper原來是日本 補魚速度很快 所以這個紫色 就把這個魚尺 讓給他了 那這裡還有小魚尺 自己稍微補一下魚而已 好那這邊前線 加一個城堡 開始再出這個聯奴兵了 中國聯奴兵 打團戰也是蠻強的 但是要特別害怕 這個重型投石機 投石機的部分 稍微小心一點 不然很容易就全部白給了 原來在團戰裡面來說 這個重頭很容易出現 那看一下外甲 這邊外甲 這邊外甲是西西里 西西里 感覺是還好 而且西西里蠻怕中國聯奴的 原來他本身是雙防很高的一個單位 但是 本身 這個 中國聯奴 對這種防禦高的單位 是有特別的效果在 我突然發現紫色沒有圍家 他直接圍了一個房子就不圍了 然後開始用這個刺手去敲 對方的 木牆 木牆 後面去補更多大石牆 後面應該要出投石車了 果然 OK 投石車出來 那白婆這邊前線喔 只有木牆而已 而且三隻豬也不吃 因為自己補魚的效率更好 沒必要花更多村民去吃肉 肉的部分喔 全部交給漁船 那自己喔 就瘋狂了 去伐木就好 哇 這邊食物已經破千了 白婆已經可以上帝龍時代了 這就是日本捕魚最噁心的地方 高速捕魚 每個漁網都在外面一個 然後自己的漁船都在靠近碼頭一個 像這邊還可以再補一艘 這裡一艘 然後這裡還可以再一艘 這裡還可以再一艘 這裡可以兩艘 這裡兩艘 所以大概再補個三到四艘左右 就差不多了 不然就是這邊再下一個碼頭 好 VIP這邊高速上到了帝龍時代 這裡差不多快要點了 黃金夠了 OK 一千肉八百金有了 這時候紫色已經上帝龍了 這邊單TC上帝龍 然後上到帝龍之後 才開下第二個TC的打法 好 VIP這邊點下帝龍時代 好 這邊是一個超級萬里長城 橘色 橘色也點帝王了 這邊就是標準化的一個 漁船開橘柳 這個漁量都蠻誇張的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朝鮮是吃木聞名 所以漁這麼多對他來說其實沒有太大的優勢 所以我對前期的升級 升級這些頭子車的時候會有用 那這邊應該是要全力去挖金跟木頭 待會要轉一些封城器 或是馬戰車之類的出來擋 好 那這邊稍微慢慢打進來 但是這裡有做城堡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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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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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裡很極限欸 因為這個刺猴卡邊邊角角讓這個城堡射不到 然後可以繼續讓刺猴輸出 看上面的部分 上面這邊看起來沒有要打 紅色這邊也是健全發展 那連馬扎爾這邊也是在暴農一波也沒出兵 通常外加都會做一個防守 全面防守加上出兵防守的一個策略 那這邊 綠色這裡沒有打算這樣做 但已經看到自己隊友差不多了 7個射箭槍 是要出什麼 強弩 應該是強弩 對 弩兵 開始在暗 這時候青色也開始把城堡蓋出來 然後在周圍蓋一下非常多的馬舅 那青色這邊是波蘭 波蘭出那麼多馬舅 應該是要來打這個便宜的騎士爆了 重裝打一波 那VIPER是日本 所以出大吉兵直接去戳爆這些騎士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還是 對VIPER來說還是有點優勢在的 那日本這個文明喔 在團戰算是比較 出寶兵喔 可以各種康可 而且交價也蠻便宜的 只要貿易起來之後 日本武士只要一出場 基本上只要去躲上對方的一個工程武器喔 只要能對方 跟對方護A到 都一定是賺到的 所以日本武士我個人也蠻喜歡在團戰出的 雖然出的時機還蠻需要看的 但那家的日本的話 還是會打這個 強弩或是日本武士 兩種選擇喔 我覺得不可能打馬 OK 頭子車 過來 欸 燦雜到生旅 哇 頭子車 隨機砸掉 喔唷 這個巨頭砸得有點準喔 再一發 喔唷 好 原地開火 再來點一下 唉唷 又差點砸死一台 哇 騎士很強 中國聯盧的強勢地方來了 直接往前A一下 直接把一直撒殘血 好 那這邊反驅弓 馬渣也點下了 殺人很高 這邊是 選擇是劍塔開 日本有這個劍巢夾喔 還有這個 金罐嗎 還是銀罐的樣子喔 應該是銀罐喔 應該是銀罐喔 我記得金罐是增加巨型投石機的拆卸速度 銀罐是可以增加劍死的數量 這個料望塔的數量 劍死數量會變多 那大家會會想說 欸為什麼這個料望塔 劍死數量會變多 是跟他日本的文明特性有什麼太大關係嗎 其實主要是因為喔 他們好像是想要把每個劍塔 當作戰孤時代的一個 一個標的性的一個地位 像支田 武田 上山啊 都是一個防御劍塔 都有一個 各地的一個小大名的武裝力量 都有一個蠻堅硬的城堡 可以做防守 然後這個城堡殺傷烈死者 所以就讓這個劍巢夾 加上這個 劍死輸入量增加的一個效果 我覺得個人覺得這個設計蠻有趣的 好這邊果然是轉重裝長槍兵 要來Hunter對方的一個 重裝騎士了 好這邊中國疾病已經殺了進來 但是對方韓國已經有這個重型投石車 在升級了 血量60滴血 好這邊大洛瑪開始在聚集 現在順帶一條韓國的一個特殊效果 可以增加投石車的一點射程 所以他的射程是這個團隊加成 全部的隊友都可以吃到這個射程 所以像玩什麼伊索比亞 或者是 我想想還有誰 這個投石特別增強 韓國射程很遠 然後還有這個賽爾特 之類的 都可以把這個投石車變得很強 韓國加賽爾特加伊索比亞 投石車團戰大集合 超級強化 韓國這個投石車還可以減少他最低的射程 應該是最低射程才對 而不是這個射程 他射程是本來就會增加的樣子 有點搞混這個順序 OK這邊果然日本是出了幾兵 直接出幾兵 毒爛對手 那BIPER這邊食物已經有點誇張2500肉 經濟上應該是不用太看了 這邊只要專注 保住自己大量的一個疾病 往前A 然後城堡往前蓋 不是城堡 大型劍塔往前蓋 都沒什麼問題了 哇這邊侵略性很強 上面本來想要開個洞 但是這邊不用開洞 左邊就快守不住了 BIPER表示我直接幫你開個洞 不用謝了 好這邊直接收村 大型劍塔直接躲了進去 好這邊直接把牆滴掉 OK這邊日本吉兵直接戳個一波 哇戳掉非常多的大洞馬 還戳贏了 這就是日本 日本的步兵 攻擊速度有33%的攻擊速度加成 這邊劍塔速度 劍大劍塔速度 數量實在太多了 這邊洞馬一進去 直接被逼著回來 哇沒想到這一波 BIPER這個大型劍塔加吉兵的效果 策略非常好 對面又有個大洞馬 烈克儀式體產 拖然的劍塔效果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傷害 好那這邊劍塔 要繼續往前插 這個高低趕快拿下來 會更香 因為高低劍塔射得非常的痛 好我們回到下方的戰線 下方戰線 這個韓國 已經開始把自己的投石車往前推了 那這邊西西里 所以是劍兵勇士 那西西里的單位 比較特別是 他的這個近戰單位 有那個傷害減免的效果 像是他這個劍勇 比較害怕的是這個火槍 火槍加的傷害就會稍微減少一點 好這波大戰看起來 級兵後面都有在 都都都都都都都沒有在前線 馬弓這邊扛線 這邊是超強的馬弓 反曲弓加上日本的級兵 但viper這邊級兵雖然不夠多 直接被前壓了一下 大型箭塔也沒有蓋好 那蒙古的衝車也出來了 好那我們在前兩部影片 有這個蒙古衝車影片 直接督爆 的一個戰術 大家有興趣嗎可以去看一下那部影片 非常的猛 韓國的衝車 可是工程最快的一個 工程武器 速度太快了 OK那這邊沒有衝車的情況下 蒙古也不敢貿然照進 這邊衝車的好處就可以吸引這些大型箭塔的傷害 那這邊viper有個小問題喔 這個疾病數量實在太少 這個是九居雲在生產 好大型箭塔 很難再繼續補 這邊可能要再考慮補幾隻了 要先強化一下中間這邊戰線的一個箭塔數量 才有可能再繼續往前推 不然這個衝車過來 我們快要解掉了 後面均勻可能還要再補 但這邊viper的木頭已經不太夠了 這個漁網消費的木頭量其實也是蠻大的 好左邊 灰色 灰色這邊是 伊索碧亞 伊索碧亞的駝石側 有這個大型範圍傷害 欸這個怎麼在打自己人 這在幹嘛 內鬼 蛤 怪怪的 哇真的是內鬼 各種殺爛 OK 日本這邊viper在嘗試想用用這個幾兵 擋下前線進攻 蒙古突擊想往前 但是想要去打這巨型投資機 巨型投資機直接往後側 蒙古突擊只能再往回側 不然會直接被打到 但是蒙古的衝車實在太猛了 開始在採土這些大型箭塔 viper可能有點必須能打下去 後面沒有補下更多的軍銘嗎 沒有 那這邊產能依舊是9軍銘在生產而已 9到10個 那這邊生產速度其實稍微顯得有點慢 這個擊命數量不夠 這個衝車可以一直拆一直爽 好那來到這邊 4個箭塔的一個極限地區 這邊再繼續減少箭塔數量 viper這邊會有點危險 在這邊一個轉頭 馬渣利用自己 城牆優勢 把這個牆拆了進來 城牆拆你掉了 對手直接回舊一波 但是只有馬渣的馬弓 有點擋不太住大洛馬的侵襲 大洛馬數量就很多 左邊投資機在打 左邊是投車大戰 那這邊viper可能要想一下 要出什麼單位 但我覺得繼續出幾兵就好了 黃金可以給隊友 邊劍或是買一些石頭進來 繼續插箭塔 往前插 應該沒什麼問題 重點是這個擊兵數量一直要撐起來 viper均勻可能再下一次要補一下比較好 往前補 你看viper其實挖黃金挖得很少 這邊可能是要留給隊友 木頭這邊是大爆挖 左邊慢慢殺進來 蒙古過來救一下 現在他們是雙線進攻 如果專心打左邊 馬渣爾就會從上面殺下來 從上面殺下來 大家全體回救 左邊就有點危險 因為這邊viper就可能會殺進來 箭塔就越差越深 但我覺得現在紅方跟青手 專注打馬渣爾就可以了 這邊就算殺進來 有一段時間 而且過來的也是擊兵 親銳性沒那麼強 反正是馬渣爾這邊親銳性比較強 畢竟擊兵還算是一個被動單位 沒有那麼快速就可以直接殺到大本 哇這個投資車很快 超快的 好那這邊更正一下 我確認了 看到這個單位的宿主我都知道 這個投資車沒有加1射程 是增加這個 最小射程範圍 韓國的特殊能力 可以讓隊友的投資車 也可以強我這個福利 好左邊這邊 依舊在焦灼 但是這邊我開了一個新戰場出來 直接開了一堆 哇十張殘重 這邊開了一個通道 這邊繞一波馬進來 連viper這邊要大難零頭 完蛋 一般viper的家裡經濟 可能要拉一些疾兵去防守 正面的大型箭塔 可能要守不住了 哇這一波奇兵騷擾 殺到非常多的村民 波蘭德 這不是波蘭德 這是西西儀的 鎖指甲 重裝騎士喔 遠防6 超級硬的 近防還有6 遠防8 不是6 2加6 近防6 好 這名其兵在上來 寵了一波 所以應該是可以 寵忘了一些肉馬 沒問題 但是家裡有點BBQ 但是 馬善喔 已經急死了 來拯救自家的 一個貿易路線 本來路線要稍微鎖住了 好 拖子車這邊砸 喔 衝動 拖子車又來 有點麻煩 難打 這個是有點難打 好那這邊這個洞 想辦法再堵起來 這邊稍微堵了一下 但是又被開了一個洞進來 西西儀的重裝騎士 無情肆虐 想殺啊就殺啊 這邊拖子車 欸 這邊的防線 居然還守住了 好那這邊比較關鍵喔 BIPER這邊的一個戰線 可能快要頂不住了 更多達羅馬頂得過來 而且蒙古圖祭 一直無情 點射 OK 看起來沒問題 問題不大 馬善爾過來 再救個一波 BIPER這邊應該還是能守得住 所以鏡塔已經要沒有了 這邊只剩城堡當最後的防線 稍微有點危險 衝刺水量越多 哇 怎麼越看越 越覺得BIPER這邊越不利啊 哇 這邊兩隻西西騎士 直接無雙開砍 這邊挖黃劍的聰明 直接被抓包 哇 這邊 金索比亞 會有點難打 中國這邊的聰明越來越少 大騎兵 這邊搶中軍頭騎兵 是VIPER的一個火炮單位 哇 差點砸到耶 哇 VIPER在這邊硬點這個 拖子車 砸到 但是軍運數量可能有點不太夠 機兵的產量越來越少 哇 這個騎士還在砍 不可以啦 這個是誰 這個是 伊索比亞的擊兵 過來救一下 OK 這邊有找到一些 這邊要趕快跑了 這邊這領域沒有箭塔 馬功過來 射一波 擊兵數量有點少 用得很少 哇 這波進攻 龍虎加充車頭車 瘋狂雜 效果還不錯 而且肉馬這邊 雖然很怕箭矢 但這個肉量實在太多 突然肉量實在是太誇張 一直沾一直爽 肉馬少了就直接補進來 一直送也沒關係 好 那看起來 VIPER越來越頂不住了 便宜實在不太夠 好 這裡有更多的投資車 當然 監工一波了 這邊是離貿易路線最近的地方 這邊很快就可以看到 這裡才 哇 哇 導光 哇 這就是我說的投資車 很康特 中國聯武的 好 回到上方戰線 上方戰線 VIPER這邊極限守住了 進行投資機 往後側 繼續砸 補下更多均勻了 產量越來越慘 好 上方這邊也 這個是隊友的一個路線 補給路線 那其實 隊友馬沙歐也能出這個寶冰 這個標騎兵出來防下 因為標騎兵打衝車的效果很好 因為他對工程器有這個額外傷害 打這個投石車或是衝車 打的速度非常快 也不會讓自己的馬弓一直去射這個衝車 覺得 隊友該出一線 金銳瑞馬沙爾 標騎 這個單位打工程器非常好用 OK 這一波 BIPER用自己的巨型投資機守住了 最後一線希望 貓文線也慢慢的補了起來 但目前看起來對BIPER不是很有利 對BIPER 別貓文線一直被我被騷擾 這邊 重裝騎士又在砍 好 留下更多軍營 但是沒有大型箭塔了 BIPER這邊的石頭只剩下500而已 有點少量 這邊可能要先為死這一塊出兵點 可以稍微綁住一下 當然BIPER的一個軍營投資機器也是打到蠻多東西的 這邊一直在做一個圍操 但是這邊大羅馬又要再上來頂一波了嗎 欸這個完全密閃 呵呵 OK BIPER這邊也擋不住了 上面已經殺到了 馬達爾出兵點 軍營投資機再砸一下 砸掉一台 砸一發 點射 完蛋 軍營投資機直接被 蒙古圖技點發 蒙古圖技打工程單位 非常的傷害非常高 哇看這個血量掉很快 把軍營投資機全爆 白河這邊還能打嗎 感覺馬達爾加上日本的一個進攻 並沒有非常好的感覺 日本 機兵加大時間塔 難道就此引弱了嗎 下方這邊 西西里又開出一個洞來 這邊已經殺到了貿易線了 火炮塔想在這邊防守 但西西里逐漸在這邊進攻 下方也這邊被殺了進來 韓國的投資車加上自己的工程器 也把伊索比亞 跟中國這邊打到不要不要的 哇 再砸一下 欸 直接閃掉 漂亮喔 這邊蒙古的操作很不錯 蒙古是誰啊 喔 又是捨戀喔 難怪覺得這個蒙古的操作很好 該打的細節之後打到 哇 看起來 衝車跟投車的搭配喔 蒙古真的是意外的強 也不是意外的強 是本來就很強 MIPER不知道為什麼啊 這邊一直沒有把自己的 定技喔 跟這個兵喔 拉到最滿 人口數一直沒有在200人口 有時候MIPER打盆戰都會有這個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在操作這些劇情投時機喔 操作太久 這個操作時間太長 人口一直補上來 恩... 突然這邊喔 一直有把這個肉 人民喔 一直補到200人口 這邊你看就知道 馬上就是200人口 300人口 這邊一直有少了一個 30人口左右的一個差距在 然後這裡人口又滿 OK 剛剛是漁船 漁船出太多嗎 也不太可能 有船肉 感覺看起來是剛剛好 感覺上還是少了一點 OK 這邊砸一波 可以砸到很多東西 嗚 肉麻血量掉很快 這邊頭的車要先去砸這個 衝車嗎 OK LIPER這邊稍微回打回去 但是下方已經 退步成軍了 戰線一直步步逼近 中國這邊已經大逃難一波 已經 救不了下方了嗎 這邊一手必要轉出了強弩 一手必要的攻兵速度 是有心裡面最快的 射速超快 但是這邊看起來是堅守不住 VIPER這邊如果守不住的話 肉量就會開始急劇減產 因為這邊VIPER是靠漁船喔 去生產吉兵的 待會沒有漁船之後 自己應該也沒有太多精力 可以轉出農田 雖然現在死亡木頭缺乏非常嚴重 之源一直在很極限狀況 只有四百木三百肉 難處的疾病數量其實也有限 村民處並沒有非常誇張多 只有91村而已喔 所以這邊大會可能 漁船爆了還要再補村民 但還能達到那個時候嗎 中國被滅掉了 但滅掉之後 海事往後出了這個 駱駝騎兵 還要來打對方重裝騎士喔 哇這個鎖指甲 騎士真的很硬欸 選防八 你一隻強武只能射兩滴而已 好這一波又壓了過來 有衝車 這邊 欸有啊有把馬就往前蓋 還有這個BK 部門是製造手 好馬上飆騎兵 衝車 下方這邊殺了過來 還這邊蓋了箭塔 把WIPER的漁場全部殲滅殆盡 下方這裡還沒有被察覺到 但頭車也在打了 OK 暗國這邊進攻非常的猛 哇 HIPER這邊打出GG了 GG 哇 蒙古圖技加鋪欄的大肉馬 這個戰術還不錯 但我覺得鋪欄好像也可以自己出一些衝車 因為畢竟自己的木頭跟這個 黃金量消耗並不是很大 出點工程器幫忙也不錯 那蒙古這邊就專注出這個蒙古圖技跟頭石車 好像也可以喔 雖然出點加步也OK 那我覺得 BIPER 問題喔應該是這個 兵移的不夠多 所以自己爆兵龍一直爆的不夠多 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看BIPER打團戰的時候他都有這個問題 就感覺兵移會不夠多問題 但是他的一些技巧還是蠻厲害的 一些搞人的招式 還是很精湛的 我覺得BIPER比較算是細節操控的一個玩家 還有這個 大農民的一個 細節的玩家 那像這種無腦爆兵的話 BIPER好像不太 算不太熟悉嘛 還是比較在意自己在操控 單位上的一個細節 BIPER還是比較注重 像他剛剛中期喔 一直用巨型投石機去 秀對方的一個巨頭 跟 投石車 那這方面可能需要BIPER大量的手術 那這邊自己的兵營喔 也沒有補太多 或者是他根本沒有認真打 都有可能 所以並不是BIPER真的就是爛喔 他只是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並沒有 打出他自己的全部實力喔 他個人有時候會這樣子 齒屬正常發揮 那西西里這邊打這個手指甲 打這個重型衝車喔 給的壓力真的是蠻大的 在團戰喔 誰有重型衝車喔 誰就是有工程的一個優勢在的 很常這樣子喔 那這邊還補下非常多大型箭塔 韓國這邊大型箭塔 數量非常多 這邊中國直接被都更 沒有辦法 然後看一下這邊經濟喔 經濟應該是波蘭 這邊經濟會很好 還有這個自家內家 波蘭 哇靠 波蘭落量七萬 大莊園 多誇張喔 最濃的一個文明 肉量獲取量最高的一個文明 你看打團戰就可以明顯顯出來 波蘭這個文明到底強在哪裡 強在就是肉多 那肉多 只要出這個大肉馬 大肉馬還有這個践踏效果 那剩餘的黃金跟石頭 都可以給對我使用都沒關係 所以波蘭來說 打內家的好處是這樣子喔 但確定是 如果沒有遊俠的情況下 會很容易打輸 那剛好這場MIPER那家也不是什麼反蘭克 或者是遊俠特別搶的一個文明 所以波蘭這邊沒什麼肉馬 這個什麼 騎士的壓力在 所以前線一直能扛得住 因為日本這邊能出幾兵黨而已 那後面還有這個蒙古圖記 做一個進攻 蒙古圖記給的傷害非常高 射速又快 推進速度非常好 而且還有投資車 那還有加上自己隊友還有這個朝鮮 所以投資車的一個最近的一個傷害也有在 所以投資車也不太容易被打爆 那我覺得瑪扎這邊是打得比較好 瑪扎這邊反驅攻也撐了蠻久的 下方這邊中國指出中國聯盧 確實有點難打 因為對方是一個投資器的一個單位 朝鮮這邊投資車的距離實在太遠了 遠到中國這邊是很難打的 所以中國這邊會打的說是正常的 因為他本來就是害怕投資器文明 那瑪扎這邊又巧妙的利用這個樹的一個開口 直接用重裝褲子甲騎士 殺進去殺個一波 重創到每個人的經濟 所以這邊分數是最高的 這是經濟 這邊是有殺到一些東西 所以瑪扎分數其實也不低的 但是瑪扎本身是外價 所以分數本來就會稍微差了一點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